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若先生在下十年的功夫 在新青年发行到第二十四卷之时 再与记者谈 否则 记者就将不学无术 顽固胡闹八个字赠予先生 生为考语 此作 慕名 生为考语 此作慕名 生为考语 此作慕名 生为考语 此作慕名 好 好 好 别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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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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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不要乱 不要乱 咱们一个一个来啊 陈夫人 我知道您是女高师 写活报局评论的高手 给大伙提提意见吧 这江山带有才人出 歌里风骚数百年 现在的青年人啊 比我们那个时候强多了 你就说他们今天在台上 和侧幕这种互动吧 多好 多生动啊 演得真的很好 我提不出任何意见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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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可都是专业的点评啊 胡夫人 您说两句吧 我就不说了吧 说两句吧 说说 这 大姑娘佳佳的 也敢登台唱戏啊 诸位先生 同学们呢 想到学校还有街上去演出 几位先生提提意见 我觉得演得特别好 把我们的文章提升了很多 如果出去公开演出 肯定会引起轰动的 祝贺你们 好 好 好 佳先生 您说两句吧 你们的演出 非常好 好 看了你们的演出啊 我很高兴 我们有这么多有才华的青年 何愁我们新文化运动 推展不开 何愁我们新文化运动 不兴旺 你们刚才演出的这种活报剧 虽说 没有西洋歌剧那么讲究 那么有台诚 但是它很有实用性 它仍然是具有很强的 艺术感染力 鼓动效果也很强 特别是你演的 女扮男装 我在德国留学的时候 我见过 嗯 不错 你们现在要走出校门 出外演出 推向社会 推向民间 我的态度是同意和支持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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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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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赶紧的 老爷子来了 老六 老爷子 你总算来了 来来来来来 金兰都等你等急了 好 老爷子 好 您可算来了 福寿膏都给您备好了 金兰 您跟老六到西洋房前打两圈 我们爷俩有事儿 放进屋里 什么事儿 还得避着我说 赢了是你的 说我放我了 好 快进去 这 好 好 好 很专门 老叔 到底出什么事了 这一路上你一句话也不说 李老爷子发火了 他非要硬闯总统府 状告陈德秀蔡元培 被我队拦下来 老叔 不是 我说你 干吗老玩面的八戒令叫林叔的 他不过是一件俘虏 有什么用啊 你懂什么呀 他是个门面 有这么一个清理领袖 老师光环照着我们 我们能办成好多事吗 那您说 现在应该怎么办 当务之急 要阻止那把娃娃们演的那个活包剧 那影响太坏了 点着名字骂林叔 老先生受不了了 这怎么阻止啊 除非政府出面干涉 我和林叔 都分别给警察总监吴炳香打了电话 要求取缔公园活包局 林叔告他诽谤 我告他煽动民众扰乱治安 吴炳香答应出面干涉 责任前门警局处理此事 让我直接联系魏局长 我出面不方便 你去找他 我去啊 那怎么说什么呀 就拿这个说话 你找些人配合警察 尽量把现场搞复杂 最好是冲突起来 多抓几个人 不然事情闹大 这个我在啊 林文 利用你的记者身份 找些人写文章 直接对阵陈独秀才原配 特别是陈独秀 打扫鱼轮把他搞成 同时在北大内部 给他多树立几个队里面 对吧 你那个老实黄坎 不是要在北大搞个杂志社 给新青年大立台吗 赶紧办起来呀 别冒冒唧唧的 知道明白 记住 包里 最容易从内部公布 而等大逆不斗 竟然以白话取代文言 实在荒唐 我中华文言文艺有偏散 各级其妙 选学之文宜于书琴 同诚之文宜于议论 西心言求终身受用不穷 与西人之白话诗文 岂可同年而语 本质倡导白话文 反对腐朽文学选学妖念 早已将他的弊病揭露得清清楚楚 过时的文言 气魄既不厚意境也不高 反向个涂脂抹粉搔手愣心的荡妇 早已不能再登现代中国的大雅之套 我们倡导的白话文 通俗简明直言达意 雅俗共赏方言 好 魏严先作三宗秀 绕来绕去吞吞吞吞吞 游抱琵琶半哥面 什么狗屁心文化 娘们上乎的 会见 说什么呢 真是呀 谁呀 谁啊 谁啊 求求他们 就是台上那几个人 白头狼 走 他 Punta Linda 你们是非法演出 惧众闹事 扰乱治安 阻碍交通 我奉命 取利你们的演出 我们是北京大学的学生 我们上街宣传新思想新文化 何罪之友啊 我知道你们都是大学生 但不都是北大的 你们谁是邓忠相 赵世言 陈妍联合六媒啊 站出来 我是 怎么了 我是 你们四个是主谋 必须跟我回警局走一趟 其他人 带回学校 交由学校管输 带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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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跟警察发出出错 听我说 既然已经这样 我们就先按照警察的要求去做 警察 你们把布警 道具都收拾好 安全地送回学校 安全地送回学校 我们几个可以跟你们走 不过 别动手 走 走 走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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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动手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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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您 都手 没事 快点 把街头顺口扔 大姑娘扮成了小老头 也不知道 冻了谁的新烤肉 不由非说都抓到 快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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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看你耿脏动眼威风走 不过是主人放出的一条狗 走 闭嘴吧 伯唐兄 你虽说是代理总理 但也是国务总理啊 你得对我北大负责任 蔡公放心 我已经派人去警察听询问了 他们说抓的人中 只有一个是北大的 他们抓了有四个同学 有三个同学是法文进修馆的 那也是我蔡元培的学生啊 同学们上街引火爆剧 是北大组织的 我是北大一校制长 自然也是我批准了同意的 怎么能说与北大没有关系呢 我知道了 我已经批示警察厅放人了 只是现在 一直找不到吴炳香 我继续找 北大那边啊 你一定要稳住了 千万别捅娄子 我实话告诉你 现在我这校长室啊 都让学生给挤满了 所以我请你转告吴炳香 要他赶紧放人 否则后果呀 他承担不起 你们赶紧去找他 我就在这儿等你电话 好 蔡先生 怎么样了 现在他们呢 要跟京市警察厅交涉 要他们赶紧放人 关键是 吴炳香现在找不着 他是京市警察厅的总监 放人得经过他批准 所以让我在这儿等电话呢 来电话 喂 我是蔡元培 你这个警察厅的总监 总算是来电话了呀 好好好 你说吧 你说 你说 怎么 要我到警察厅去面谈 情况复杂 要走程序 你们抓人的时候不走程序 放人了却要走什么程序 好吧 我可以去警察厅面谈 但是我有一个条件 你们必须赶紧放人 这是我唯一的要求和条件 不用 不用你来撤 我自己去 他们大意放人 现在呢 说是要履行什么 担保的手续 担什么保啊 难道学生们犯法的吗 也许是走司法程序吧 我也受不起 而且要重复的 必须去 为什么 电话里受不起 现在关键是我和政府赶紧去 放人是第一位 蔡先生 我跟你一块去 毕竟演活报剧也是我的体 师爷 你还挺我事啊 来 加油 师爷 顶他 走来 换住嘴 来 全体起立 站起来 这不站着呢 才是倒站了 行 来 我不管你们是什么人 到这里来 就要守这里的规矩 不要自己找麻烦 听明白了没有 明白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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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优待的 长官对你们还是有优待的 你们现在可以提出一项要求 报告警官 我们的要求是 把我们放出去 废什么话 放进来还抓紧干什么 报告警官 那就给我们拿几本书看吧 我跟你几本光丽看 你不是让我们提要求的吗 什么书 什么书都行 最好是翻译过的国外书 你还挺挑的 还要带字母来说 等着吧 报告警官 我们还需要一盆水 报告警官 四条毛巾 报告警官 来一块肥皂 报告警官 牙粉 我给你们切盘肉 你们喝二两 报告警官 也不是不可以 我臭你 有点心 你别动手吧 谢谢啊 没事 搬房我还是来过的 这可比外面舒服 他们不敢帮我们怎么着 我一点都不觉得害怕 我觉得挺好玩的 我也是 只要有书看 在哪儿都是过年 怪不得人家叫你 黄昏之贼呢 你们啊 我还想安慰一下 不过现在看起来 咱们都是有 苦中作乐的精神的 咱们就在这儿踏踏实实地 把这儿当家住 看他们怎么把咱们 庆出去 伙伟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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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 敬礼 材校长啊 把这位大贤 请到这儿来见面 实在是长途啊 无奈 这个是制度所在 在下也是不得已而为之 还望各位大贤谅解啊 吴总监真是太客气了 恕我有些唐突啊 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制度 要有劳你吴总监 去五股殴打 和关押我蔡仁培的学生 蔡校长 您误会了 谁 你就是借我十个胆 我也不敢冒犯您 蔡校长的虎威吧 请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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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 诸位 请坐吧 蔡先生有所不知啊 近一个月来 京市警察厅收到了各种举报信 举报北京大学陈独秀 蔡元培 鼓吹邪说 诽谤先贤 妖言惑众 侵犯人群 同时还怂恿鼓吹学生们进行 非法演出 扰乱社会 要求警察厅严办 那请问吴总监 刚才说的这些 都是对我二人的指控 那警察厅为什么不来抓我呀 为什么要去抓捕和殴打我的学生呢 听口音是劳相啊 我有口音吗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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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位一定是鼎鼎大名的新文化领袖 陈独秀 陈教授了 老乡问得好啊 我为什么不去抓你 说实话 不是我不敢 是在下至今尚未找到你 触犯法律的直接证明 同样的道理 我收容了你四个同学 是他们的确触犯了法律 请问吴总监 学生上街演出 宣传新思想 他们何罪之有呢 又是一位老小 胡氏 胡博士 好吧 我来回答你 他们触犯了什么法律 这个呢 是今天下午两点半钟 京师警察厅 收到了三个举报电话 举报有人在闹市区 非法演出 饶了社会治安 这个呢 这个是今天下午四点半钟 前门警所承报的 关于收容了邓中夏 等四位同学的报告 收容的理由呢 只要是他们煽动民众 扰乱治安 大驾斗 你学学 又是扰乱治安 还有这些 这些都是 举证材料 吴总监 多余的话不必多说 我们现在只想知道 这四位学生身在何处 情况如何 收场 李大昭先生 先生啊 你放心放心 这四位同学 现在在监护镇里 读书悔过 各个好房无损 歇意得很啊 吴总监 我们是来领人的 现在时间呢 也不早了 我们全校的师生 都在等着我们 回学校的消息 蔡校长 请我操之过急 我在电话里说过了 放人可以 要履行手续 什么手续 首先 我要告诉大家的是 这几位学生 的确触犯了法律 依照法律 应到严肃成处 但是由于各种原因 我们还是宽大处理 聚保释放 交由学校和家长 严加管束 来 这个呢是聚保单 我希望二位 能够认真填写 并承担相应的 法律责任 好 这个我们要是不写呢 那我就照章办事 好好好 我们领人要紧 这聚保单我来听 正复兄啊 我之所以 要把你请到警察厅来 还有另外一层意思 你应该警察厅 有了记录了 希望你好自为之 去莫一股心啊 这也算是我这个劳相 对你善意的提醒啊 那我就多谢你这个劳相 善意的提醒 蔡先生 平心而论 您叫出来的学生 个个都是栋梁之财 打开 律师哥 我们接你们来 先生 你们来啊 没事吧 没事吧 来 拜拜 蔡先生 先生 蔡先生 先生 先生您放心 我们毫发无损 傻子连架都不会打 先生不用紧张 无非就是打个架 进个班房嘛 说不定以后隔三差五 就得进来住一住 早点适应挺好的 陈学长 是和你们开玩笑呢 来 我们走 走 走 没事 真没事啊 没事 走 还收拾我的 歪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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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动 你刚出来身体还不好呢 你妈没事 多大点事啊 我说你让你别动就别动 快坐下 今天必须庆祝一下 喝点酒 不宁不宁的 你庆祝什么呀 今天庆祝陈延年进监狱 这要庆祝也是庆祝出家 哪有清楚进监狱的 在这个动荡的年代 要想寻找真理 坚守信仰 像今天这样的事情 恐怕会是常态 所以你要随时做好准备 进监狱 出监狱 再进监狱 再出监狱 再进监狱 再进监狱 再出监狱 这个准备我早做好了 好 让我们两个喝一杯 我有六步 不能引咎 喂 大丈夫言必信 行必果 我尊重你 你可以不破戒 我今天要破戒 你破什么戒 我要破二十年 不谈政治的戒 从今天起 我陈独秀 又要开始谈论政治了 你疯了吧 谈什么政治呀 没疯 是脱茧 是心生 我憋了好几年了 以前的陈独秀 又回来了 你疯了 关心 参容 你连住 霖 还有 12年 他们的 都可以 要是大家去訪問 叫他干擾 研究 必須要感興趣 我感不感興趣的 怎麼還得必須呢 這慶祝慶祝 怎麼還慶幾眼了呢 好 不急眼 今天是庆祝 庆祝 我喝酒 你喝茶 赵宁 去叫柳梅吃饭吧 好 子美赵宁 来 下床了 跟妈妈去吃饭 洗手了 感兴趣 必须是必须的 我喝酒 你喝茶 我喝酒 哥 你非得跟咱爸拗啊 你是能拗过他还是怎么着啊 就是瞧不上他那股劲 话都说了 怎么了 不是 哥 你俩能别老吵吗 防出防盗 关门关窗 防通防盗 同学 同学 你怎么在这儿看书啊 灯光这么暗的 对眼睛多不好啊 抱歉 抱歉 我没有影响到你们吧 没有 你是进修管心来的吧 我看你有点眼神啊 我是湖南省里第一师范毕业的 为了组织湖南复法勤务俭远运动 到达北京 后来得到了张世昭先生的帮助 在这儿借助了一下 我怕影响别人休息 就在这儿读读读书 我叫毛泽东 毛泽东 毛润志 我读过你的文章 我还会做你的毛氏六段操 那二位怎么称呼啊 我叫严年 这是我弟弟 乔年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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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读的这是什么书啊 刚从你们图书馆借来的 《石社自由录》 我们在湖南啊 很难得看到这个书 所以想呢一口气把它看完 给我聊碗 不然明天到了北大 就没时间读了 那这么说 你也是无政府主义的信徒文 信徒倒也不算是 不过我一直很关注无政府主义 尤其是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 巧了 我们俩也信奉互助论 那这么说 咱们三个人是同志 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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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饿吗 你没吃晚饭吧 我只有点心 你拿着吃 不不不 我们萍水相逢 我不能吃你东西 既然是同志了 肯定要互助 不用 谢谢 坐 你坐 你先坐下 跟你说啊 既然咱们三个人 就已经是同志了 那就不能再客气了 拿着 拿着 我俩陪你一块吃 好吧 那恭敬啊 不如从命 说实话 我是真有点饿了 谢谢啊 嗯 好吃 是 艾伦师兄 你刚才说你明天要去北大办事 那你需不需要我们哥俩帮忙啊 哦 不用 明天啊 我去找我的老师杨长记先生 带他看看 能不能把我安排到北大旁听一下 赏赏见识呗 那你想听哪个老师的课 嗯 我想听陈独秀先生 还有胡适先生的课 若能如愿 我这趟也不许此行了 包在我身上了 保证让你如愿一尝 包你身上 哦 重甫先生是我爸 陈也念 陈巧女 幸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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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先生 您好 您好 请问您蔡元培先生的办公室在哪儿 我是蔡元培 请问你是谁 蔡先生 您好 您好 我叫毛泽东 从湖南来的 毛泽东 湖南来的 湖南的毛泽东 你是杨昌记的学生 是的 昌记先生是我的老师 很好很好 杨昌记先生向我推荐你到北大来庞庭课程 是吧 是的 庞庭课程这个事没问题 我都安排好了 我和昌记先生还商量 在北大给你谋一个差事 既不耽误听课 又解决温饱问题 好 谢谢您 我准备推荐你到北大红楼图书馆 去给李大钊先生做个助手 你看行吗 给大钊先生当助手 好好好 我愿意 太谢谢您了 不过就是薪水少了点 每月只有八块大洋 我不介意的 我愿意 那我看看啊 行 行 我正好要去找首长先生 我带你去我们红楼吧 来 请 先生请 请 您请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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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儿 再忙着呢 首长先生 再忙着呢 首长先生 您当我一下 小心一点 好好好 再先生 您好 这不是咱们北大 新进了一批新书吗 我这正忙着整理这个目录了 所以怎么了 我看见了 是啊 这图书馆 我看你总是一个人帮的脚朝天 我准备给你找个助手 你看行吗 那您可算是把我给救了吗 那好 我正式给你们介绍一下 这是北大图书馆的主任李大钊 李守长先生 这是湖南毛泽东毛润芝先生 湖南韶山人 新民学会的会员 杨昌记先生的得意门生 好 大钊先生 我是湖南省里第一师范的 好 大钊先生好 你好 他是那个学校毕业的 这次到北京呢 就是相助湖南留法清空俭学活动 那么这次机会 就像到我们北京大学来 学习学习看一看 我就给他摸个差事 到你这儿来给你做个助手 怎么样 这个图书馆的活 可辛苦啊 你吃不吃得消 不方式 我不怕苦 你有什么活 直接跟我吩咐就行了 那就没问题了 那好 任志啊 以后有什么困难 和要求就只管告诉我 就不要客气了 谢谢您 蔡先生 好 我还得赶紧去做讲座呢 您忙 您慢点儿 您慢走 没事儿 您忙啊 好 大招先生 咱们开始干活吧 您看 咱们先松点儿干起啊 好好好 那这样 帮我把这箱书给我挪到这儿来 好嘞 大招先生 是 是这箱吗 那箱 对对对 润脂 对吧 对 咱们这个图书馆的活可是辛苦啊 有的时候还得加班加点 你要是晚上在这儿住的话 我那儿有被褥 跟我千万别客气 谢谢您 不用客气 平时喜欢看书吗 喜欢 我呀 什么书都喜欢看 最近都看过哪些书啊 我最近喜欢看一些 无政府主义的书 那这么说 你也是无政府主义的信徒喽 也说不上信徒 就是比较感兴趣 好奇而已 任志 帮我把那楼书给我 好 来 您接着 共产党宣言 你看看吗 你看看吗 我听说过 但是没看过 那 俄国的十月革命呢 也是听说过 但不是很清楚 没关系 今后 我们一定都会给他搞清楚 这边差不多了 任志 我们俩人把这个架子 扛到那边去 好嘞 小心啊 慢点 书 好 来 扛起来 来 搭把手 二 三 好 那边 咱们北大 新进了一批图书 如果你愿意的话 我就可以把编辑目录的工作 交给你做 这样你就可以进水楼台先得月 可以先看 太谢谢您了 手长先生 我现在就可以去看吗 当然 来 你说什么 我说这次警察抓走学生的事件 就是本校学生张峰仔一手策划的阴谋 先生 对于这样的败类 我们就应该立刻开除啊 你这么说有证据吗 我就是证据啊 我亲眼看见他跟警察交都这样 是他把警察叫过来的 还有那天我们在演出 台下有一群小混混在闹事 就是他手下的跟班留一品指使的 在场所有人都看见了 他把警察叫过来 这也说明不了什么 他看到你们打起来 叫警察过来也很正常嘛 我们在演出啊 我们为什么打架啊 为什么小混混闹事 为什么警察会来 为什么警察来了上来就跟我们抓人啊 这样简单的关系 怎么就跟您说不明白呢 行长同学 你别着急 我这么说的意思是 我不能听你一面之词吧 你说的刘一品 我们会把他叫过来问问 如果事情属实 我们一定会严肃处理 事实就摆在眼前 您还问什么 先生 您是在有意袒护张峰仔和刘一品吗 你怎么说话呢 任何事情都要讲究证据 我不能不分青红皂白地相信你们 那在别的同学眼里头 我有可能偏袋你 我怎么做 是啊 没有证据的事情 我能瞎说 郭心刚同学 我记得在我的班上 你经常和张峰仔起出公图 该不会是 借此机会来污蔑他吧 宋先生 您是了解我的 我不会做这样的事 我相信你也不会这么做 但什么事情还要讲证据 你把证据找来了 咱们谈 可是 宋老师 上回让你递资料 你递了吗 暂时还没有递交 这里边有些细节 咱们还需要重新指定一下 我就不明白 你说你一个图书助理员 一天天都干什么呢 怎么了 这位同学有什么事情吗 他想咱们太慢了 这位同学 抱歉 今天借书的同学有点多 耽误你的时间了 说句抱歉就完了 还借书的人比较多 合着这都是我们的错了 你们不好好反思一下自己 还把责任都推到我们借书的人身上 这位同学 你先消消气 我不是这个意思 你看啊 今天借书的同学确实有点多 我们呀找得有点慢 这样 你想找什么书跟我说 我来帮你找 我不跟你说了 我现在就要亲自去找李大钊先生 去向学校反应 陈静 陈先生 陈静 陈静 图书馆 新来的助理员 到底发生什么事呢 是这样 今天呢 借书的同学比较多 我们找书啊 找得慢了一些 这位同学有点等不及了 湖南来的 一白杀的学生 是 毛泽东 毛润枝 对 陈督秀 我们认识一下 陈先生好 我看过你的文章 很喜欢你的文采 傅思念同学 今天借书的人确实多了些 慢了点也能理解 我看也不至于这样 还是新来的 大家都担待 别太计较了 好吗 既然先生您都说了 那今天这书 我就不借了 好吗